很兴趣 高度 高度 非常兴趣 我认为他可以真正详细的中国人的精神 我也很荣幸能担当这个职责 我也希望能通过我能让更多的人 爱上这样的生活方式 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上意大利 之前我很爱看意大利的电影 嘻嘻嘻嘻嘻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一个人 然后也很喜欢美食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我其实之前已经去自意大利逛了很多地方 非常漂亮的教堂 非常漂亮的走廊 以及也去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城市 没事 你要爱上一个地方 一定要先爱上当地的食物 食物 减肥 减肥更要求吃得好 减肥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事情 然后你已经不吃晚饭 早饭午饭自己吃了有可能不开心 人生会无望 其实很多时候也需要具备一些 可能和其他职业不太一样的一些技能 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 可能就是身体 为了角色增肥 然后为了角色减肥 这个可能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容易改变的 其实每一段都很难忘 因为其实我过去塑造的角色呢 大致年龄相同 其实当时我就很容易担心导致大家 比如说看这个角色的时候 容易看到上一个角色的影子 我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能演的角色和能演的类型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现在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学习 然后在打底子 然后同时在看别的老师和前辈演戏 然后去想象说 如果真的有一天这样的角色来的话 我能不能演好 关注盖茨中国 盖茨一个美丽的充满活力的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